第四题,乘上题,反应前我们测量甲乙两支试管,包含大理石碎屑,原酸种子量为S克,反应结束后测量甲乙四管,包含容易与大理石碎片等剩余物质种子量为Y克,请问下列何者正确,实验过程中容易蒸发忽略不济,我们晓得这个反应是学过的,大理石加上CN酸会产生二氧化碳,这是气体,那我们从图书当中看到我们的试管并没有风口, 所以气体会跑掉,因此质量会减少,所以我们实验前的质量会大于实验后的质量,因为我们的有气体呢,散失跑掉了,所以第四题问我们说,请问下列何者正确,我们答案选的是A,X大于Y